山东老农,隐姓埋名22年 因一条裤子暴露身份,直接惊动中央 1983年夏天 山东日照县统战部部长夏良百来到一个名叫孙家村的地方 在这里他受到了村委干部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村里专门安排了几个老乡招待夏良百一行 这些负责招待的村民里,有一个人让夏良百格外关注 这是一位六旬的老人,他手脚利索,身体结实 哪怕是干农活的百姓也没有他这么精神抖擞的 再者,老人做事简洁,行动迅速,颇有一些军人风范 但重要的是,老人穿了一条蓝色的裤子,裤腿上有拉链 而这种裤子在以前是军人专用的 夏良百知道这个老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他对老人说歇一会儿,一起聊聊天吧 于是老人找了个凳子坐下 而坐下后,他的坐姿无比团整 这就更让夏良百肯定了心中的想法 夏良百开始主动和老人攀谈 最终,从这次对话中得知了老人的真实身份 也正是因为这个真实身份,让这位隐居农村几十年的老人 在22年后被请进了中南海 与当时的党中央高级领导人相见 那么,老人究竟是何身份? 为何隐居农村,他的生活因为夏良百的到来 又会迎来怎样的改变? 夏良百从对话中得知老人名叫王延周 正如他猜测的那段,王延周身份很不简单 因为他是大陆最后的飞护队员 也曾在建国大典上驾驶战机飞过天安门 而王延周的传奇人生,要说回1920年的中国 当时的中华大帝正处于内忧万患的局面当中 混乱的军阀和丑陋的外国侵略者正在残害这个东方大国 在东北地区尤为严重 王延周就在这一年出生在日照的一家农村家庭中 小时候虽然有机会读书 可到了15岁时便因为家庭原因辍学 在家里务农一段时间后 王延周为了生计前往青岛当一位学徒 年纪虽小 可王延周却在这一年时间里见过了太多老百姓的凄惨景象 王延周有一个名叫王延德的堂哥 在国民党部队里担任连长 王延德见王延周新有报国制且伸手矫健 于是建议他参加部队 年仅16岁的王延周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29军北平军训团 在那里结束训练 这个新兵团里几乎全有学生组成 其团长由佟林格担任 在他的教导下 新兵团进步神速 战役十足 1937年7月27日 新兵团奉命前往北京南院阵地 开始迎击日军部队 王延周的第一次战斗就此打响 日军人数众多 火力强大 装备精良 与王延周回忆 当时还下着大雨 战士们都趴在水塘上作战 敌人的飞机在天空盘旋 坦克在战壕横冲直撞 再加上无数的炮弹 这群新兵们很快损失惨重 要知道 那是这些新兵们的第一次作战 这般血腥的场面对于他们来说 必然是震撼的 更糟糕的是 他们的团长佟林格 以及1320师长赵登宇将军 都已经在作战中牺牲 三大队队长冯洪国通知新兵团 为了减少更多伤亡 大家可以解散队伍 自寻胜路 之后不久 队伍彻底散了 整个新兵团 生还的人数不到三分之一 王延周本人 也在作战的过程中 腿部受伤 撤退的路上 王延周让战友们按住自己 他亲手用树枝 将伤口里的子弹挖了出来 震痛传来 痛的是伤口 更是战斗的实力 战败后的部队不得不解散 王延周开始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自己空有勇气 却没有足够的军事知识 于是他又下定决心考入黄埔军校 进行系统学习 1938年 王延周顺利通过黄埔军校第16期考试 在军校里 王延周学习的十分刻苦 这也为他日后进结为空军 打下了基础 经过两年的学习后 王延周即将毕业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王延周将会在毕业后 成为一名陆军军官 并且如愿以偿的进入国军的作战队伍之中 然而一个广告改变了王延周的计划 那是西安的一个航空军校招生广告 王延周自然是知道空军的厉害的 当初北京南远一战 日本人就开着飞机对他们进行实施轰炸 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若是能考上飞行员 以后驾驶着战机进行空中作战 或许能有更大的贡献 王延周立马前往报名 靠着自己出色的身体素质 和完善的军事理论成功被录取 刚从黄埔军校毕业 王延周立马又赶往昆明 进入了空军航校的学习 彼时的昆明正遭受着日军的轰炸 因此空军教学时 飞机总是能飞飞停停 这更坚信了王延周的信念 一定要顺利毕业 将这群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王延周刻苦的学习终究是迎来了回报 经过多轮筛选之后 王延周通过了考核 并且获得了前往美国 继续精进飞机技术的机会 来到美国后 学习更加复杂 训练更加严苛 学习条件也变好了很多 王延周因此有机会学到 多种机型的驾驶技术 两年时间后 王延周终于毕业 即将成为一名飞行员 他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留在美国当做教官 或者美国军队执行任务 其二便是回国参加抗战 毫无疑问 王延周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选择了后者 留在美国虽然安全 虽然有丰富的待遇 可王延周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心中抱过的愿望 他要在祖国的上空击退侵略者 1943年的春天 在国内抗战形势愈发严峻的时刻 王延周终于是回到了国内 并进入到陈纳德创建的飞虎队中 语意丰满的雄鹰即将展翅翱翔 1944年6月2日 王延周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飞行任务 他驾驶着P缸40N战机 执行上级布置的轰炸任务 轰炸刚刚被日军占领的 郑州火车站 虽然是第一次任务 但无数次的训练 早已让王延周无比熟练战机的驾驶 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王延周很快便完成了红茶任务 并且开始返航 但是在途中 王延周却遭遇到了意外 王延周发现 战机的引擎竟然停止工作 心理素质十分出色的王延周没有慌张 而是立即找到问题的缘由 左右箱的机油耗尽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足以致命的问题 因为 对于一个在半空中第一次出任务的飞行员来说 处理不当便会送命 幸好 王延周承受住了这次压力 将战机升高后 王延周开始追赶 已经结束任务返回基地的战友 这时意外再次发生 王延周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点 观察力十分敏锐的王延周注意到了这个黑点不寻常 要知道 这可是在高空之中 怎么可能会飘着黑点呢 王延周立即拉近了和黑点的距离 原来 这个所谓的黑点 竟然是一架飞机 根据机型 王延周判断 这是一架九九式的运输机 再看运输机上的太阳旗 王延周才恍然大悟 这竟然是一架日军的运输机 日军和自己有不公代天之仇 王延周岂会放过此次的机会 于是立即准备好武器 待到瞄准后即将开火 前面的运输机也注意到后方的王延周 由于上面没有武器 所以开始改变航线 打算甩开王延周 当然 王延周出色的驾驶技巧 使得他紧跟着日军飞机 一切就绪之后 王延周按下开关 机枪射出的子弹 击中了运输机的油箱 这架飞机很快被火焰推没 将敌机击落后 王延周立即返回了基地 相关人员检查了他的飞机之后 发现他竟然只用了16发子弹 便将敌机击落 上级立即给予嘉奖 王延周的第一次飞行任务 圆满结束 这架P-40N战机 也成为了王延周执行任务 击败日军空军的力气 他先后利用这架战机 击落了三架零式战斗机 和一架日军最新式的东条战机 王延周不仅多次完成任务 而且 在任务中没有发生过失误 自从1942年之后 随着日军占领缅甸 美军资助中国的物资 便只能通过空中运输 而且航线经过喜马拉雅山 全长800多公里 海拔更是平均在5000米左右 最高7000多米 最重要的是 这里恶劣的气候 和时常发生的暴雪天气 对于飞机来说 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所以这条航线 可谓是死亡航线 假之这片区域遥无人烟 若是飞机坠毁 哪怕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 也很难在无人区中活下去 抗战的几年时间里 有将近600架飞机坠毁在此 1000多人因此丧生 更别提那架飞机上宝贵的军用物资了 这样一条死亡航线 王延舟却执行了多次运输任务 而且每次都能安然归来 毫无损失 可以说是创下了一个飞行奇迹 显然 王延舟的表现 足以让我们称他为王牌飞行员 不过 虽然多次完成飞行任务 但王延舟却对心中的信念 有些动摇了 他是为了报效祖国 所以才成为了飞行员 但飞虎队的指挥者却一直是美国人 抗战时 国共合作共同作战 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美军 都多次在部队里宣传反共的思想 这也让王延舟心存疑虑 1946年4月20日 这一天将成为王延舟生命中 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之一 这一天 王延舟执行了自己的一个飞行任务 从四川机场起飞 目的是济南 然而在经过徐州时 天气发生骤变 即便是王延舟这个王牌飞行员 也在这般极低可见度的情况下 偏离了航线 眼看失去了方向 王延舟打算找一处安全的地方降落 很快 王延舟降落在一片农田里 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是解放区河北的一处县城 飞机降落后 几个民兵围了上来 王延舟看了看他们的衣服 这才知道自己所住的地区是解放区 手无寸铁的他只能乖乖束手就起 B10 国民党内部一直造谣解放军对俘虏的手段残忍 估计解放军会处决战俘 所以被俘虏的第一事件 王延舟心里边有了一丝绝望 事实证明 王延舟所了解的关于解放军的事情 很多都是国民党有心的编造 他先是被带到了一处农户 让他填饱肚子好好休养 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招待 然后又被带到解放区很多地方进行参观 了解这里的见识情况 王延舟震惊了 在解放区 他看到了国统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百姓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看到了人们充满希望的眼神 更出乎意料的是 解放军对他没有实施过任何的罚刑 也没有对他进行过关押 而是给他留了两个选择 留在这里 或者回到原来的部队 这一刻 王延舟才意识到 解放军和中共 才是属于人民的军队和党派 这里才应该是他施展才能的地方 这里的发展和装备 显然是比不上 有着美国支持的国民党 但王延舟毫不犹豫便留了下来 他要参加解放军的空军建设 为人民做事 之后的时间里 王延舟一直在解放军的航校担任教官 同时也积极申请入党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了 在这个属于中国人的欢乐日子里 王延舟作为飞行编队的成员 在天安门上空完成了飞行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下方欢呼雀跃的百姓们 让飞机里的王延舟 有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 1951年11月 王延舟再次作为飞行员参加战斗 这一次 他的对手是自己曾经的老师 美军 面对装备有最先进战机 且受过和自己同等严格训练的美国飞行员 王延舟心无趣色 在首场战斗便击落机伤两架F-86战机 立下了二等功 之后的战斗 王延舟依旧有着英勇的表现 代表着中国空军 王延舟给了高傲的美军一个下马位 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更打出了新中国的气势 直到战争结束 王延舟共击落机伤七架战机 我国历史上 击落过日军飞机 又击落过美军飞机的飞行员只有两位 王延舟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战斗英雄 回国后的王延舟一开始从事着一些航校的工作 后来却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其失去工作 并且回到家乡山东日照 当年王延舟便是从此开始参军 日后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如今重返旧地 王延舟心中没有过多的遗憾 毕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此后 这个昔日的空中雄鹰开始干起了浓活 在家乡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 平静地开启了自己的下半生 那些军旅生涯 那些沙敌岁月 有时会在王延舟的梦中出现 但他从不会将这些事情说给其他人听 低调谦虚的他只想过着安稳的日子 直到1983年 夏两百的到来 王延舟的身份才被解开 知道这竟然是大陆最后一名飞虎队飞行员王延舟 夏两百是因着此事的重要性 并且向王延舟保证 党和国家绝对不会忘记你这样的英雄 夏两百回去写了一封信 将王延舟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详细地写清楚 交给了上级 并且希望上级能够尽快地审批核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门审定之后 确定了王延舟的飞行员身份 他当初确确实实是一名驾击起义人员 是抗战和朝鲜战争的功臣 消息很快传到了日照本地 王延舟也受到了离休待遇 乡邻的百姓们也感到惊讶 这个平日低调的老人 竟然是当年的王牌飞行员 结局终于圆满 但是王延舟心中却一直都有一个没能实现的愿望 入党 当初起义投偿后 王延舟一直都在积极申请入党 但却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迟迟没能审批通过 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延舟的心结 王延舟还记得 1951年宾赴朝鲜战场的前一天 他第一次写好了入党申请书 如今已经时隔30多年 王延舟还想继续申请 王延舟已经获得了离休待遇 他为何还要执着于入党呢 在他看来 加入中共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 而且入党之后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 也有机会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 2004年 已经84岁高龄的王延舟 再次向党中央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一次他终于是如愿以偿 次年6月28日 王延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5年9月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王延舟也收到了党中央邀请前往中南海 这时 距离当初夏良百为他上报身份 已经过去了22年 王延舟激动地来到了中南海 在人民大会堂 他还见到了当时的中央主席 这就是党和国家对他的肯定 2012年 92岁的王延舟音频去世 这位伟大的飞行员 终于翱翔到了人生的尽头